欢迎来到我们的汽车简报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穆子 今天我们有几则令人关注的新闻 首先来看看新布伦瑞克发生的一起严重车祸 车辆从30米的陡坡坠落 造成三人不幸身亡 警方目前正在进行调查 以确定事故的具体原因 接下来 我们将目光转向魁北克的奥塔维斯地区 一辆汽车在高速公路上失控撞上护栏 导致一名22岁男子死亡 4名20多岁的乘客重伤 警方怀疑酒驾和超速室 这起事故的主要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最后 我们来到叙利亚大马士革的梅泽区 一起汽车爆炸事件造成一人死亡 这起事件发生在伊朗领事馆附近 该地区近期局势紧张 安全事件频发 爆炸的具体原因和背后的动机仍在调查中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CBC报道 周六在新布伦瑞克省射迪亚克附近 发生了一起车祸 导致三人死亡 根据加拿大皇家骑警的消息 紧急服务部门在早上七点接到报告 称一辆单车在132号公路上发生了事故 车辆偏离道路 坠下30米的陡坡 最终翻车 死者包括一名54岁的印度岛原住民男子 一名51岁的射雷克斯顿男子 和一名25岁的哈利法克斯女子 调查正在进行中 多伦多星报报道 魁北克省奥塔威地区今早发生了一起严重车祸 导致一名22岁男子死亡 另外4人受重伤 魁北克省警察发言人斯特凡 特兰布雷表示 事故发生在凌晨3点15分左右 地点在帕皮诺威尔的50号公路上 一辆载有5人的车辆 以高速行驶 失控撞上护栏并翻车 司机被抛出车外 送医后不治身亡 其他4名乘客均为20多岁 受重伤但无生命危险 警方表示 酒精和超速可能是导致事故的原因 根据半岛电视台报道 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 发生了一起汽车爆炸事件 导致一人死亡 据叙利亚新闻社Sena报道 一名身份不明的受害者 在梅泽区的汽车内因爆炸装置 爆炸而丧命 梅泽区是伊朗领事馆所在地 上月该领事馆在一次 被指责为以色列发动的袭击中 被摧毁 导致包括两名伊朗将军 和一名黎巴嫩真主党成员 在内的7人死亡 并引发了伊朗对以色列的 直接军事打击 令人担忧地区性战争的爆发 叙利亚人权观察 组织负责人拉米·阿卜都拉赫曼表示 死者为梅泽居民 持有叙利亚军官身份卡 与伊朗关系密切 几个小时后 以色列无人机 在大马士革西北部的库塞尔镇附近 对一辆汽车和一辆卡车发动袭击 造成至少两名真主党战士死亡 自2011年叙利亚战争爆发以来 以色列已在叙利亚境内 发动了数百次空袭 目标包括伊朗支持的部队和叙利亚军队 Telegraph 全面汽车保险 是许多司机选择的最高级别保险 因为它提供了最广泛的保障 除了涵盖车祸中的车辆损坏 它还包括第三方损害 火灾和盗窃 然而 尽管它被称为全面保险 但并不是所有的损坏情况 都会得到赔偿 全面保险通常涵盖盗窃和破坏 火灾损害 第三方车辆损害 个人伤害和个人物品的损害 以及挡风玻璃维修和法律费用等 然而 一些常见的排除项 包括磨损 疏忽 酒驾或毒驾 使用错误燃料和无效驾驶执照等 保险公司在计算保费时 会考虑多种因素 如年龄 地址 职业 驾驶历史 索赔记录 车辆型号 和年行驶里程等 减少保费的方法包括 按年支付保费 增加自愿免赔额 减少行驶里程 提高安全性 选择低功率发动机 和明智的选择附加项等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中国的新能源和电动车行业 正在改变全球贸易格局和环境 前商务部副长蒋耀平 在北京的中国与全球化智库论坛上表示 中国的制造能力 不仅改变了传统的全球贸易模式 还大大提升了新兴市场 和发展中国家的地位 蒋耀平强调 中国电动车产业 并不是为了应对国内产能过剩 而是代表了全球汽车行业的未来方向 对全球环境目标和人类福祉 做出了重要贡献 与会的学者和官员警告称 全球化的倒退趋势正在加剧 呼吁各国加强合作 优化贸易结构 推动贸易的数字化和绿色发展 欧洲政策中心主席德克兰 凯勒赫和意大利前驻欧盟常驻代表 费尔迪南多内力 费罗奇等与会者 也强调了国际关系的多边合作 和建立更有效的国际关系体系的重要性 以应对战争 气候变化和全球健康安全等挑战 The Toronto Star 一位读者咨询了关于一辆 就雪佛兰皮卡的安全认证问题 该车的防暴死制动系统 ABS和胎压监测系统 TPMS警示灯亮起 车轮上方有嗅记 专家解释说 尽管这些问题可能看起来严重 但在安大略省的安全标准认证中 并不一定会导致车辆不合格 ABS系统是否必须正常工作 取决于车辆的制造日期和总重量限制 如果车辆不在这些限制范围内 ABS和TPMS系统可以不工作而通过检查 同样车厢的腐蚀只要没有暴露锋利边缘 且不影响结构完整性 也不会影响认证结果 其他要求包括前雨刷和清洗系统 必须正常工作 但后雨刷不在检查范围内 尽管有即将实施的检查程序变更 但目前的标准将保持不变 因此只要秀时没有形成锋利边缘 且车辆足够旧 ABS系统问题不会影响认证结果 微报报道 杰夫 多姿 Jeff Dodds 自幼便是一级方程式赛车的忠实粉丝 而如今 他作为电动赛车系列赛 Formula E的首席执行官 常常要面对与传统燃油赛车的比较 多姿认为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 Formula E有一天 可能会与一级方程式并驾齐驱 甚至取而代之 虽然Formula E的观众和媒体覆盖面 远不及一级方程式 但全球向电动汽车的转型似乎不可避免 尤其是在亚洲 电动赛车的粉丝数量正在迅速增加 多姿在过去一年中领导了Formula E 并致力于将其发展壮大 Formula E始于2014年 由西班牙商人 亚利杭德罗 阿加格 奥雷杨朗 和时任国际汽车联合会主席的 让托德 Gintot 共同创立强调低碳排放的环保理念 尽管初期存在诸多问题 但随着电池技术的进步 Formula E的赛车性能大幅提升 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观众和投资者 美联社报道 凯尔 拉尔森 凯尔拉尔森 正在为其首次参加印第安纳波利斯500大赛做准备 而他的六岁女儿奥黛丽 Audrey 却更支持另一位车手 亚历山大 罗西 Alexander Rossi 拉尔森希望在这场被誉为赛车界最伟大景观的比赛中 取得好成绩 并成为现代版的马里奥 安德雷蒂 Mario Andretti AJ FUIT AJ FUIT 胡安 帕布罗 蒙托亚 Wan Pablo Montoya 和托尼 斯图尔特 Tony Stewart 展示他在各种赛车中的胜利能力 拉尔森计划在同一天参加印第安纳波利斯500和北卡罗莱纳州的NASCAR可口可乐600比赛 成为历史上第五位尝试这一壮举的车手 尽管他对驾驶印第赛车的经验有限 但许多赛车传奇人物对他的表现充满信心 认为他有可能赢得两场比赛 拉尔森在准备过程中积极参与各种活动 并表示印第安纳波利斯500的盛大仪式和氛围是其他比赛无法比拟的 多伦多星报 回顾了50年前马尔科姆 布里克林 Malcolm Breakin 推出其梦想之车安全车辆1号SV1的传奇故事 1974年 布里克林凭借这款大胆 性感但存在缺陷的跑车 在北美掀起了一场狂热的宣传活动 被誉为现代汽车界的PT巴纳姆 尽管推出新车和新车企在1970年代充满挑战 但布里克林凭借其个人魅力和销售天赋 在公众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SV1及其未来感十足的塑料车身和欧义门设计 吸引了广泛关注 甚至出现在多部电视节目和杂志封面 然而 尽管布里克林和新布伦瑞克省的年轻政治家 理查德 哈特菲尔德 Richard Hatfield 在支持这一项目上投入了大量资源和信心 但SV1最终未能取得商业成功 成为汽车历史上的一个传奇故事 Telegraph报道 摩纳哥大奖赛的排位赛进入白热化阶段 赛道上发生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事件 兰多 诺里斯因在隧道出口处阻挡乔治 罗素而被赛会警告 尽管这次举动没有造成危险 但未来可能会引发危险情况 梅赛德斯车队的乔治 罗素和红牛车队的马克思 维斯塔潘也因不同原因受到调查 摩纳哥本地选手 查尔兹勒克莱尔 在排位赛中表现出色 并且希望能在家乡赛道上 首次站上颁奖台 然而 维斯塔潘对他的车辆表现不满 认为赛车在崎岖不平的赛道上表现不佳 预计难以获得理想成绩 这一天 对所有车手来说 都是梦寐以求的机会 谁能夺得感位 将成为赛季中最重要的时刻之一 Telegraph还报道了 梅塞德斯一辆百年老车的修复过程 这辆车在1924年 赢得了著名的西西里塔尔加弗洛里奥赛 这辆车自1937年以来 一直展示在梅塞德斯博物馆内 最近被拆解和修复 以庆祝其百年胜利纪念 修复过程中发现 这辆车实际上并非当年获胜的车 而是另一辆同款赛车 但这并未影响修复团队的热情 修复过程包括 重新安装车身 修复引擎和重新上漆 最终使这辆车重现当年的风采 这辆车在修复完成后 首次亮相于意大利的伊莫拉赛道 并将在各大赛事和展览中展示其风采 Yahoo US报道了企业家大卫 西卡雷利如何在30岁前成为百万富翁 并将财务知识传授给他的四个孩子 他采用薪水方式给孩子们发零花钱 让他们学会家庭贡献的重要性 而不是仅仅通过做家务赚取零花钱 他还教导孩子们三种使用金钱的方法 捐赠储蓄和消费 并强调这些原则的重要性 西卡雷利让孩子们从小开设银行账户 并在青少年时期使用借记卡 帮助他们理解金钱的实际运作 他还鼓励孩子们投资自己熟悉的公司 并根据个人兴趣选择合适的投资方式 西卡雷利认为 与孩子们讨论财务价值观非常重要 这样可以避免社会灌输 不符合家庭价值观的观念 Yahoo US报道 在密歇根发生交通事故后 最重要的是迅速将车辆和自己移至安全地点 不要像两位奥克兰县的副警长那样 坐在高速公路的车道上等待救援 因为即使有紧急灯闪烁 他们的车辆仍被一辆皮卡 已超过70英里的速度撞击 导致其中一位副警长重伤 皮卡司机当场死亡 事故发生后 第一时间打电话报警是必要的 即使损失不大 报警也能帮助你冷静下来 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 此外 保护你的身份证明信息 避免立即承担责任 拍摄事故现场照片 并及时就医 哪怕你认为自己没有受伤 密歇根州的交通事故死亡率 自2018年以来上升了15% 因此防御性驾驶变得尤为重要 Telegraph报道 电动汽车的车主应注意 由于电池重量大和顺时扭举强 电动汽车的轮胎磨损速度 比传统汽油车更快 80岁的车主 Jim Bassett 在驾驶全新的大众 ID3行驶了仅7500英里后 就被告知 需要更换后轮胎 费用超过300英镑 Bassett表示 自己一生中 从未遇到过 如此早更换轮胎的情况 通常轮胎可以行驶 25000英里 道路安全慈善机构 TireSafe指出 电动汽车的强劲扭矩 在任何速度下都对轮胎造成巨大压力 导致轮胎磨损加剧 车主们应尽量轻采油门 以延长轮胎寿命 研究显示 电动汽车的轮胎寿命 比传统汽车短6350英里 首次更换轮胎的平均里程为 17985英里 而汽油车为24335英里 尽管如此 电动汽车驾驶者协会 EVA英文表示 绝大多数电动汽车驾驶者 对驾驶体验感到满意 超过90%的车主 不会再回到使用汽油车 Toronto Star报道 三排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市场 近年来迅速扩展 但三菱的Outlander PHV 仍是市场上最好的选择 与其他品牌不同 三菱采用了两台电动马达 直接驱动轮子 而不是将电动马达和汽油发动机 结合起来 这种设计带来了 极其平稳的驾驶体验 Outlander PHV的超级操控 全轮驱动系统 ASOC 在各种路况下都表现出色 能有效减少车身侧倾 抵抗侧风 并在紧急情况下 帮助驾驶者保持控制 即使在冰雪路面上 Outlander PHV也能轻松应对 车内设计方面 前排座椅舒适豪华 皮革上的菱形缝线 显得非常高档 尽管市场上有更多竞争者 但Outlander PHV在驾驶体验 舒适度和电动续航里程方面 都遥遥领先 是一款非常值得购买的车型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 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 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